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部分 结合往年复习过程当中 我们众多学员所暴露出的问题 以及我们的经验 为大家针对2022年的复习 我们提供一些基本的建议 那么大家也知道 现实当中每个人情况千差万别 我们不可能针对每个人提出个情况的建议 这些建议都是在一般情况下 为大家介绍你应该避免发生的问题 那么大家听完这个建议之后 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我们再去把它细化 这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建议我们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第一个强调的就是心态 我们在座参加综合阶段考试的同学 一般情况下都是兼职来进行 一个方面有本职工作 有的学员可能还成家了 还要兼顾家庭生活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能每天的事情就会非常的多 那么如果事情一多 再加上复习压力比较大 很多同学就会产生一种烦躁的心态 这种心态对我们复习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我们首先强调 希望大家面对种种不利 我们也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 那么这种心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就是要请大家要静心 就像前面所讲 虽然我们每天面对很多杂事 很多烦心事 但是复习是我们很重要的工作 只要我们投入复习 就必须保证把那些杂事 反心事抛到一边 我们静下心 我们去复习 这样的话我们才可能保证复习的效果 那除了静心之外 也希望大家对综合阶段的考试 保持一定的信心 因为在座的各位 都是利用一定的时间 在专业阶段 经过六门课千军万马的厮杀 你走过来了 那么专业阶段六门课 这么繁杂的考试 你都能够把它应备下来 进入我们综合阶段来应付考试 在座的各位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你只要能够合理安排时间 充分有效的利用时间 跟着我们老师整个的复习思路 按照我们提供的复习建议来进行 那么你2022年通过综合阶段考试 我认为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是首先强调 大家心态都把它端正 那除了心态之外 第二个我们强调的就是时间 大家一定要做好时间管理 因为从我们考生的角度来讲 我们用于复习备考最重要的资源 那就是时间 前辈也说过 参加综合阶段的考生 可能有工作 可能有家庭生活 因此用于复习的时间 一定是相对更加有限 那对于我们来讲 做好时间管理就非常重要 那时间管理呢 有两个方面 第一 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入手 因为你提前入手 意味着用于复习的时间就更充裕 你对于需要掌握的知识 我们掌握的就会更加扎实 希望大家呢 千万千万不要听信 网上那些不靠谱的留言 我经常会看到 有些人呢 在微博上 在其他渠道呢 发布一些不靠谱的观点 他会认为 综合阶段非常的简单 综合阶段通过率非常的高 所以呢 你没有必要提前去复习 等到考试前两三个月 你找一本什么什么资料 然后呢 你突击去背一背 通过考试就没问题了 那这些东西呢 其实都不太靠谱 大家应该很明白 复习的时间长短 跟你最后通过考试的 这个可能性 他们这些是存在直接相关的 如果你把通过这种可能性 压注于短期的冲刺 短期的突击 那我个人觉得 你最后失败的可能性 会非常非常高 那如果你万一失败了 意味着你这一年的时间 就会浪费掉 你可能还要花更多时间 太入复习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 能够提前入手 那接着呢 我们下面就会大家呢 给出一个整体的时间安排 和我们相关的复习建议 这只是一个大的框架 粗略的框架 那么从整体来讲 大家呢 按照框架 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再把它细化 这就可以了 那么谈到整体的复习时间框架 你要注意 我们在这呢 整体的跨度是这样的 假设现在呢 我们从9月份 大家呢 开始投入复习 或者说呢 从10月份开始投入复习 那么我们22年考试呢 如果不出意外 基本上也是在22年的8月份 来进行考试 一般是8月底 那我们中间这几个月 我一般呢 是把它分成两大块 其中呢 从今年的9月份 或10月份 到明年的3月份 大概是3月中旬 或3月底 我们22年新教材下来 这几个月的时间 我把它视为呢 叫简直知识的时间 那么接下来呢 等3月底 22年新教材下来之后 我们老师呢 会根据22年教材 它可能的变化 我们重新录制 二年基础班的课程 那么大家呢 再跟上我们基础班课程的进度 一直呢 到8月份 我们参加考试 这叫一体化 深度复习的时间 大家呢 要注意 这两个时间段 我们对复习的建议呢 是不太完全一样的 那我们首先呢 看第一个阶段 就是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明年的3月份 那么在这几个月当中 我为什么把它界定 叫简直知识呢 就是因为 在座的各位 在之前通过了六门 专业阶段课程的考试 那么这些课程呢 通过时间 先后可能不太完全一样 按照我们一般的了解 很多同学通过考试之后 那么学过的知识 很大程度上 可能就模糊了 甚至遗忘了 把它直接还给老师了 现在呢 我们开始进入综合阶段 复习考试 那么综合阶段 相当于是把专业阶段 六门课程的主要内容 我们通过案例形式呢 再做进一步的考核 虽然考试思路不一样 但是知识点 都是一些知识点 那么由于在座的各位 可能已经模糊 或者是把它遗忘了 所以我们现在呢 主要就是通过 这几个月的复习 能够把过去 我们曾经学过的知识 再结合我们21年教材 它所发生的变化 我们重新把它捡起来 重新把它熟悉一下 所以大家注意 这个阶段呢 我们主要是以熟悉为主 还不用着急去背 去记 那么这个阶段我们的复习建议呢 从如下四个方面来进行 第一 我们减实 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从我们试卷二来看的话 这三门课程 主要涉及呢 公司战略风险管理 财务成本管理 以及经济法 那么我们减实的内容 肯定就是在三门课 或三大模块 它的核心知识点 大家呢听清楚 我们强调是核心知识点 换句话来讲 你在减实熟悉 这些知识的时候 没有必要像专业阶段那样 事无巨细 全面覆盖 因为我们专业阶段 某些考点 在综合阶段 我们基本上就不会设计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呢 主要还是按照我们老师 尤其是现在 我所录制的预习班 为大家总结提炼的知识内容 我们去展开预习 而不是盲目的 把三门课程的教材 或专业阶段 有关讲义拿过来 自己去看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效率也不高 效果也不好 这个大家注意 这个内容的确定 那接下来 第二个呢 就是减实的进度 我们这几个月进度 我们基本要求是什么 我们希望大家呢 在明年三月底 二二年新教材出来之前 我们争取呢 能够把二一年 我们这三门课程 主要知识点 把它整体过一遍 记住 还是强到主要知识点 而不是三门课程的教材 或专业阶段的讲义 那么这个知识点 我们从什么地方来知道呢 大家呢 看清楚 这就是第三个方面建议 我们使用的辅导材料 大家呢 可以依托 哎 我的预习班讲义 也可以依托呢 2021年的应试指南 当然 这个讲义呢 如果你说 老师 我有你2021年基础班的讲义 那么你直接用2021年基础班讲义 来进行预习 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在预习的过程当中 当你去读这些讲义 或看这个辅导书 如果对某些知识点 你感觉呢 我理解不了了 这个知识点是个新的 哎 在这种情况下呢 请大家结合21年 我们相关的课件 听老师呢 给你讲一讲 你把这个知识点的基本脉络 把它熟悉清楚 这就是强调 我们在预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依托到辅导材料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强调 我们在整个简实的过程当中 我们立足点 看清楚了啊 应该是以理解熟悉为主 把学过的知识 重新呢 把它熟悉一下 如果是变化的 你没有学过的知识 那要把它的主要脉络 主要框架 主要内容 要把它理解到位 那么在这个阶段 我们不要求 也不强调 大家必须去背 必须去记 这不是我们复习的重点 理解熟悉 才是我们主要的重点 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一个阶段 叫检视知识 那么这个阶段结束之后呢 就进入下个阶段 一体化深度复习 也就是说 我们2022年3月底 我们当年的新教材 都已经出版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网校也会组织我们老师 按照新教材 我们重新录制 二年相关课程 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 大家就可以跟着 我们二年的新课件 我们进入一体化深度复习 那么在这个阶段 我们复习呢 我们也是从如下几个方便 给出了基本的建议 第一 复习的内容是什么 千万记住 大家呢 应该是在前期几个月 对旧有的知识 熟悉的基础之上 我们再结合2022年 我们基础班的课件 我们呢 争取把世界二 这三门课程 整个的知识体系和框架 我们把它重新组织 我们把它给打通 那为什么强调打通呢 就是因为 这三门课 他们有些支点 彼此是相互有关联的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谈到并购这个知识点的时候 那你发现 我们这三门课程呢 都有相关的理论知识 进行相关的讲解 只不过呢 侧重点不太完全一样 在公司战略这门课当中 我们更多是从管理的角度 从一个相对宏观的角度 去研究并购 我们可能需要去学习呢 并购的类型 并购的动机 并购失败的原因 等等这些不同内容 那相应的 在财务成本管理这门课当中 也涉及并购的有关知识 但是呢 它可能侧重于价值评估 侧重于定量的计算 那么等到了经济法这门课当中 我们也涉及呢 与并购有关的秩序知识 但是呢 它更加侧重一些法律上的条文的规定 虽然侧重点不一样 但是考试的时候 我们初题老师呢 会把这些不同知识内容 结合同一个案例材料 我们经相关的考核 所以我们在后期深度复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建议大家 把三门课程有关联的支点 把它打通 我们形成的一体化的复习 那有同学可能会问了 那老师 我可能做不到这一点 我自己去打通 我打不通 那怎么办 记住 你只要能够跟上我的课价就可以了 我在安排整个试询二 整个授课体系的时候 就已经考虑到三门课程 相关支点它的联系 所以我整个的售后体系呢 完全是按照我的授课思路 我们去进行安排 那么大家需要做的 就是跟上我的授课进度 按照我课价的总结 去进行复习 这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再谈谈呢 我们整个复习的进度 我们在这几个月当中呢 我们希望大家 一定争取在八月底考试之前 我们争取呢 把我的讲义 把我课件要完成两遍 当然呢 从听课件来讲的话 我们没有必要去听两遍 你听一遍就可以了 但是呢 你自己在课下 去看讲义 去复习的时候 这个呢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争取做两遍以上 因为如果你只是把讲义过了一遍 我相信你对相关的知识点 你的掌握并不是特别扎实 如果对知识内容掌握的不扎实 在考场上 你会发现你很容易遗忘 如果遗忘了 这道题的答案 就很难把它准确的表示出来 所以这个希望大家呢 能够在有限的时间之内 我们尽可能多完成几遍 那通过这种多轮的这样的复习 能够保证把知识点掌握的非常扎实 那下面再说一说呢 我们复习的过程当中 依托的材料 这个依托材料呢 首先仍然是强调我们讲义 因为我们综合阶段呢 是没有官方教材的 所以在我们明年这几个月 进入一体化深度复习的时候 大家依托的主要 应该就是我们老师 为大家提供的讲义 这个讲义呢 是结合综合阶段 它的考试特点 我们结合三门课程 相关教材的内容 我们做了经验 做了所谓的总结和提炼 也就意味着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是有目的的进行了一定的取舍 而不会面面俱到 那么大家呢 紧跟着我们讲义 这就可以了 那除了讲义之外呢 我们还提供了 2022年的应试指南 那么这个呢 大家也可以来选用 选用 这两个有一个就可以了 讲义呢 它对你来讲 就是你需要打印 如果你不想打印 那么直接就买一本应试指南 它就完全可以替代讲义 这个大家呢 注意好选择 这就行 这是我们讲义的基本说法 那在这个基础上呢 也是希望大家 能够把我们 根据2022年 新的大纲 新的教材 我们重新录制的课件 把它重处到尾 仔细的听一遍 帮助你呢 把这个知识呢 去把它重新捋顺 把知识内容呢 把它加深理解 知道面对不同的知识点 我们专业阶段考试 跟综合阶段考试 它的考试思路 到底有什么区别 那这是我们整个 依托的材料 那接着 从这个阶段复习来讲的话 我们复习的要求是什么呢 看清楚 是理解加记忆 在这个阶段 我们开始要求大家 要有记忆了 当然 记忆的前提 我们是先去理解 理解了 我们才可能做案例分析 同时有了更好的理解 我们才可能更好的去记忆 那么对于记忆这个要求 大家千万不要忘 我们综合阶段 虽然都是考案例 要求你做案例分析 但是呢 在我们整个组织答案的时候 这个答案呢 是要求大家按照教材 专业化的语言文字 来进行组织的 所以我们后期复习的过程中 你必须保证 把我们教材 或者说我们讲义 总结的专业文字 你必须保证 记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才可能把答案 组织的非常的完整 我们才可能尽可能不丢分 所以这个大家 必要的记忆 这是不可欠缺的 那我在这呢 就是把我们后期复习的 整体时间规划 为大家提个一个基本的建议 请大家呢 作为参考 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我们去把它细化 当然在细化的基础上 很重要的点还是什么 还是要落实 要把它落地 你不能光编计划 但是呢不落地 那最终呢 还是没有效果 那这就是我们建议的第二大块 关于时间的一个建议 那接着第三块呢 我们强调 就是在复习的过程中 希望大家转变复习的思路 什么思路呢 就是千万不要套用专业阶段 六门课程考试的思路 来应对我们综合阶段考试 这两个考试 它的思路存在很大的差别 那下边我简单说说 我们思路转变的一个基本要求 这个基本要求呢 从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要注意啊 在我们综合阶段 复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侧重于理解 联系 加必要的记忆 我相信在座各位 很容易看懂 在专业阶段考试的时候 我相信每个老师都会告诉你 我们复习的基本要求 就是呢 理解加上记忆 没错吧 但是注意 等到了综合阶段 我们除了要求你理解 要求你记忆之外 还建议大家 对不同的知识点 我们有一定的联系 那这就是前面我所讲的 把三门课程的边界 我们把它打通 把具有相关的知识点 我们把它揉到一起 我们有个整体完整的掌握 这样的话呢 才能充分的应对综合阶段 它相关的考试 这是我们第一个转变 然后第二转变是什么呢 就是在我们试卷二 我们也会涉及定量的计算 那么定量的计算 主要是来自于 财务成本管理这门课程 但是注意 综合阶段 对定量计算的考核 和专业阶段 明显不一样 专业阶段 我们考试成本 财务成本管理这门课的时候 计算量非常的大 而且呢 有很多细节支点 它的定量计算 对不对 但是等到了综合阶段 你要注意 虽然也有定量的计算 但是呢 这个计算 总体来讲 不是特别复杂 而且呢 也不会考得特别细 特别深 因此在整个 复习的过程当中 大家呢 主要是能够掌握 一些核心的 需要定量计算的 这种知识点 它基本的计算框架 和整个的简单计算过程 这就可以了 那这个尺度的拿捏 这个大家要注意 那从我自己编写讲义 自己录课的角度来讲 我也会从这个角度呢 帮助大家去进行一定的提炼 那么大家也是跟上我的思路 跟上我的课件 这就可以 这是我们第二个转变 然后呢 第三个转变呢 看清楚 大家呢 应当要适当增加材料的阅读 因为我们综合阶段考试 我们不会考什么单选多选 我们全部都是大的案例分析 也就是说 我们试卷一是一个大的案例 试卷二是一个大的案例 那如果是一个大的案例 这个篇幅会非常的大 如果大家平时 对于案例阅读 这方面呢 练习比较少 你一旦走进考场 做这种案例分析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感觉有些吃力 或感觉有些不适应 那我就建议大家 在平时复习的过程当中 可以适当的安排时间 我们增加这种相关材料的阅读 这就是一个强调 锻炼 那么通过这种材料阅读 好处就是一个方面呢 可以提高大家 对案例材料阅读的速度 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提高大家呢 对案例分析这种感觉 这种能力 最终呢 演变到我们考试的时候 你的做题效率就会大大提高 那么这就是呢 我强调转变思路的时候 我们最基本的几点 那当然 如果从转变思路来讲 面对不同的知识点 我们转变的方法还不太完全一样 那这个呢 就等到我们后期 录制2022年基础版课件的时候 我会集合每个知识点 为大家做具体的提示 大家呢 去听课 去仔细把握 这就可以了 那这就是我们整个预习环节 我们第三大块 我们所提出的基本的复习建议 接下来 我们进入预习环节的第四块 就是把诗卷2 我们设计三门课程 主要知识点呢 为大家整体的把它梳理一遍 你要注意 我们现在呢 是预习环节 预习环节 按照前面的提示 主要是减实知识 把我们曾经学过的 或者说呢 考过之后 教材发生变化的新的知识 我们去把它重新熟悉一下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还没有必要说 非要打通不同课程 相关知识的边界 因此 在我整个讲解的过程当中 我还是按照三门课程 我们一个一个来把它梳理 那同时呢 在预习环节 我们整理时间比较有限 我们不可能把每个内容 把它完全展开 所以在后续讲解的过程当中 我主要是呢 把整个的复习思路 和主要的框架脉络 为大家去提示 那么大家结合这个思路脉络 再结合相关的资料 再去把它细化的熟悉一下 这就可以了 那我们下面呢 首先来进入第一个模块 那就是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对于这个模块 我们2021年综合阶段考试大纲 从如下几个方面提出了要求 自媒设计呢 战略 战略管理 战略分析 战略选择 战略实施 公司治理 以及风险和风险管理 大家呢 应该有印象 这几个方面的标题 其实对应的是什么 对应的就是我们专业阶段 战略这门课 教材的这几章 所以这个大纲呢 其实对我们复习 指导意义并不是它 那么从它所设计的一些内容来看 我们综合阶段呢 不会全面的都涉及 这里边就分出了轻重缓急 我在这呢 也做出标记了 这些内容当中 第一章战略和战略管理的相关知识 我们综合阶段基本不考 所以在我们预计环节 我们就把这个呢 把它省略 我们就不用来预计 同样 第五章公司治理的相关内容 在我们综合阶段 基本上也不涉及考试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选择把它略掉 因此我们在这呢 主要是总结了 战略分析 战略选择 战略实施 风险管理 这几部分的主要知识 那么这几部分 从我们过去试卷二考试的 分值分布来看的话 大家看清楚啊 其中考试频率比较高 占分值比较明显的 主要是分布在 战略分析 战略选择 以及风险管理 这三个地方 那么大家复习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简单的 轻重环境的区别 我们再去把它逐一展开 我们首先呢 来看第一个 那就是战略分析 战略分析 就是环境分析 环境分析 分成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 那么从我们试卷二 整体案例编写来讲 关于环境分析 这些理论模型 我们每年必考 像大家还有印象的 什么外部环境分析的 什么武力模型啊 生命周期啊 内部环境分析 我们所涉及的 什么波士顿矩阵呢 等等等等 那在这几年 翻过来调过去的考 还包括斯沃的分析 所以对于我们 整个战略分析 我们书里的分析模型 我们请大家呢 争取把它熟悉到位 首先我们涉及第一个 就是外部环境分析 外部环境分析呢 按照我们教材的编写 是分了四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是宏观环境分析 你要注意了 宏观环境分析 主要的模型 就是PS的模型 而这个在我们综合阶段 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考点 但是最近两三点 这个考点考的不多 所以在我们2022年 这个模型 请大家呢 要注意应备考试 那么这个模型呢 对于我们复习来讲 没有必要把教材的细节 再去把它反复的看 大家可以结合教材 和相关的资料 把它简单看看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 你只要通过适当的练习 能够给你一道题 把它做出一个简单的归纳 这就达到应试的基本要求了 那我在讲义当中呢 主要就是用这个图 为大家简单归纳了一下 从我们过去几年 设计的考题来看 这四个宏观环的要素 它案例材料典型的线索 大家呢 可以从这个层面 我们去把它熟悉一下 其中谈到政治法律环境的时候 我们案例材料呢 通常都会告诉我们说 政府颁布了什么什么政策 这就是属于政治法律环境 那么第二个呢 涉及有关经济环境的时候 比较常见的就是宏观经济 它的发展是什么表现状态 也可能会直接用这个指标 GDP来进行相关的表述 此外呢 还可能涉及收入水平 消费能力 凡是涉及这几个方面 有关线索的时候 都归纳到经济环境里边去 除此之外 最后一个呢 也请大家要稍微注意 就是案例材料 如果给你介绍了 与案例当中这家公司 所在产业经营 相关的其他产业 那么这个其他产业的相关文字 也建议大家 把它归纳到经济环境里边去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呢 我们是一个餐饮企业 对这个行业 我们做分析的时候 如果材料介绍了 与之有关的房地产 那这些材料 我们释放在经济环境 为什么房地产 跟餐饮有关系呢 就是因为餐饮行业 经营的时候 离不开我们所讲的房间 我们要租一个房子 来开酒店 来看菜馆 对吧 那这里边就涉及租金的高低 那租金的变化 会影响它的经济效应 那所以说这些线索呢 都放在经济环境里边去 这是第二块 那第三块呢 就是社会文化 那典型的表现呢 就包括消费心理的表述 关键的表述 消费习惯的表述 那我想这个就不用多说 最后一个就是有关技术环境 而技术环境通常呢 都会列举与案例 当这家公司 经营有关的一些技术 其中比较典型的 也是我们最近几年 谈的比较多的 像什么树联网技术 冷链物流 人工智能 物联网 大家呢还可以想象 还有其他 对不对 比如说呢 像什么VR啊 像什么新能源呀 等等等等 这个呢 我就不再多说了 那么这就是简单介绍一下 PSC模型 它的整个考试的基本线索 那这个梳理完之后呢 接着外部环境的第二层面 就涉及呢 产业环境分析 产业环境分析 结合综合阶段考试的特点 我们在这呢 就强调两个分析模型 一个是生命周期 一个是武力模型 这两个都是我们综合阶段 考试可能性比较高的分析模型 所以请大家要侧重去熟悉 其中呢 生命周期理论 我们考试一般怎么考呢 综合阶段 一般都是要求大家 结合案例材料来分析 案例当中这个产业 它处在生命周期的哪一个阶段 这就是最常见的考法 那么在编写答案的时候 你的答案呢 不能简单的 它写 写它处于成熟阶段 成长阶段 你必须把你的论据 要把它写清楚 而这个论据呢 就是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 就是呢 教材 生命周期 它的主要理论 结论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案例材料 与这个结论相关的案例资料 所以这个地方呢 对生命周期的复习 希望大家 把教材的理论文字 应该呢 反复的去琢磨 反复的去掌握 那我下面就带着大家呢 整体把它梳理一遍 谈到生命周期的时候 大家脑海当中呢 肯定还记得 我们一个简单的模型图 对不对 也就是说呢 所谓的生命周期 就是指一个产品 从研发成功 投放市场开始 一直到被市场淘汰 退出上为止 所经历完整的过程 那么 在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 这个产品呢 会有不同的表现特征 就要求企业 采取不同的对策 总体来讲呢 我们一般就把生命周期 分成四个阶段 划分的时候 我们划分的依据 就是在生命周期 我们整个销售 它的变化曲线 那这里边 这四个阶段呢 分别就是导入成长成熟 和衰退四个阶段 那么大家呢 首先先简单了解 四个阶段 我们销量变化的典型特点 在导入期 产品刚投放市场 所以销量很低 增长速度比较慢 到了成长期 销量呢 开始快速上升 等到了成熟期 销量趋于稳定 到了衰退期 销量呢 开始下滑 这是最主要特征 那除了销量之外呢 我们生命周期 这个模型图 还涉及利润变化 利润变化特点 跟销量变化特点 有所差别 那么大家呢 结合这条粉颜色的曲线 再去把它稍微了解一下 这就是一个简单模型图的回顾 那模型图回顾完之后 接下来呢 就结合我们相关教材 具体理论文字 再去强调一下它的核心点 那么在我的讲义上 是从如下四个方面 为大家概括了四个阶段 它们各自的表现特征 那分别涉及呢 产品技术特点 然后呢 销量成本利润 第三个涉及竞争经营风险 最后一个 就是面对以上的不同表现 我们企业的目标是什么 路径是什么 我们注意展开 先看第一个阶段 就是导入期 导入期 从产品技术特点来看的话 最关键的线索 就是这几个字 尚在不断发展变化中 但是什么在不断变化中呢 就结合前面的线索 简单理解 包括产品本身的性能 产品的花色品种 产品的特点 还包括你的目标市场 等等等等 这是我们叫导入期 产品技术特点 那接下来呢 这个阶段 销量成本和利润 是什么特点呢 从销量来讲 关键就是用户很少 只有高手用户 会尝试新的产品 那么从成本来讲的话 记住一个基本词 就是生产成本比较高 那么从整个利润来讲的话 看清楚 是什么呢 一般强调 我们可以采用高价格 高毛利的政策 但是呢 在这个阶段 因为销量比较低 所以呢 它的净利润比较低 尤其是净利润比较低 是我们典型案例出题点 这是第二块 第三块呢 就涉及竞争和经营风险 记住 在导入期强调 只有很少的金融对手 而且呢 一般情况下 市场上的企业规模 可能都会比较少 比较小一些 那么从基因风险来讲 是最高的 我们强的是非常高 这就是导入期 它的主要特点的关键词 那面对这个特点 我们企业呢 就必须制定它的目标 和它的路径 这个呢 我就不展开了 请大家按照原文 把它稍微熟悉 这是导入期的核心线 那接下来 我们数理呢 成长期 成长期 按照前面的提示 主要表现就是销量开始快速增长 对不对 那么我们看教材理论的总结 第一个 成长阶段 产品就是什么特点呢 注意关键词 是较大差异 这是最关键的文字 那接下来 我们看有关销量 成本和利润 在成长阶段 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呢 销量上升 客户群呢 在不断的扩大 那接着 从整个成本来讲的话 大家呢 看清楚啊 主要强调生产能力 出现了不足 这个把它数理清楚 那么从利润来讲的话 就结合刚才的模型图去掌握 这个阶段 利润 哎 达到了最高 但是这个利润 不是指其总利润 而是指其 单内产品的净利润 达到最高 这是我们第二大块 那接着 第三大块就涉及成熟阶段 它的竞争和基因风险 竞争很关键 一定要记住 在成长阶段 市场在不断扩大 那伴随市场扩大 它的竞争就开始越来越激烈 强调是一个越来越激烈的 这样的特点 那么从基因风险来讲 很简单了 比导入期 有所下降 但是呢 仍然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上 这就是强调 我们成长阶段 这些主要的特点 面对这个特点 紧接着 就提出了目标 和它的路径 那这个呢 我就不再强调了 这是成长阶段 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成熟阶段 成熟阶段 从销量来讲 主要特点就是 销量比较稳定了 没有什么明显的增长 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衰退 下面我们看 这几大块的特点 首先强调 产品技术特点 关键词是什么 在这 标准化 这是成熟阶段 它最关键的特点 接下来呢 我们强调 销量成本和利润 在成熟阶段 这个销量 这些文字 都是我们最典型的 案例线索 我们先强调后半部分 就是呢 成熟期强调 市场巨大 但是呢 已经饱和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市场上还有客户 但是客户什么特点呢 新客户在减少 主要靠老客户的重复购买 来支撑整个市场 这就是强调 对整个销量 它的基本特点的表述 那接下来就涉及 有关成本 强调呢 生产稳定 然后局部生产能力 存在过剩 下面就延到了 利润 没错吧 记住 这个阶段呢 价格开始下降 但是呢 整体的利润空间 对其而言 比较适中 这就是强调 销量成本和利润 再下来再看呢 有关竞争和基因风险 竞争 是我们成熟期待 最容易考虑的案例线索 它的关键词呢 就在这个地方 价格战 或价格竞争 也就意味着 成熟阶段 竞争最激烈 而竞争 主要依托的手段 那就是价格 很清楚了 那下边看 它的基因风险 基因风险这些文字呢 我们到目前为止 没怎么涉及过 所以这些细节文字 大家呢 聊一下就可以了 主要结论呢 就是第一句话 强调 在成熟阶段 基因风险 进步降低 达到中等水平 这就是最基本的结论 这就是成熟阶段 它的主要特点 围绕这个特点呢 同样也提出了 相关的目标 和特的路径 也请大家自行 把它熟悉一下 下边呢 就到了最后一阶段 我们就讲衰退期 衰退期呢 从考试来讲 一般涉及的概率呢 不是太高 所以大家呢 就顺带的了解一下 首先呢 涉及产品技术特点 关键线索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儿 差别小 这个呢 把它熟悉到位 然后接下来呢 它的销量成本和利润 也很明显 销量 首先 结合模型图 记住基本变化规律 销量开始下降 开始萎缩 在这个基础之上 这个阶段所面对的客户 什么特点呢 对性价比要求比较高 再看看呢 有关的成本 强调产能严重过瘦 很清楚的啊 接着就是它的利润 这个利润的强调 关键是什么呢 产品的价格 毛利都很低 这就是主要的线索啊 那再往下看 就是竞争 竞争这个地方 从衰退期来讲 主要强调 有一些机会对手 选择退出市场了 这是我们衰退区 最主要的特点 接着就是基因风险 记住达到最低水平 就足够了 这是衰退区的主要特点 同样我们这里边呢 也会有什么 有它的目标和它的路径 我们到这呢 就是把生命周期四个阶段 核心的特点 我们就把它整体梳理一遍 时间关系呢 我们没有再去讲背后的原理 大家呢 先去熟悉 再去慢慢琢磨 这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产业环境分析的 第一个工具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说第二工具 那就是武力模型 武力模型呢 从我们试卷二来考试来看的话 也算是个高频考点 那武力模型 最典型的考法 或考点是什么呢 就是结合案例材料 我们经武力的分析 所以这是我们预习的主要内容 那么关于武力模型 可能还有个别的其他冷门点 那这个冷门点 在预习环节 我们暂时先不用管它 我们是等明年 进入深度复习的时候 我们再去适当的 把它兼顾一下 这就可以了 所以接下来呢 我带着大家 把武力模型 武力分析 它的核心点 把它整体也过一遍 谈到武力的时候 首先第一种力量是什么 那就是潜在进入者 我们要分析 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威胁 是高还是低 那么我们也知道 这个进入威胁的高低 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呢 它所面对的进入壁垒 或所谓的进入障碍 或所谓的进入门槛 那么决定进入壁垒高低的 我们这里就包括两大类 一类呢 叫结构性障碍 一类呢 叫行为性障碍 我们希望大家 把这两类障碍 它的细节 再去把它展开 那么从过去考试来看的话 我们考的比较多的是第一个 结构性障碍 谈到结构性障碍 我们专专业阶段教材 是讲了两个学者的观点 一个呢 是波特的观点 一个是贝恩的观点 但是从考试来讲 波特观点 我们一般设计概率很低 重点考的主要是贝恩的观点 所以我们在这呢 主要回顾一下贝恩的观点 贝恩呢 就是把潜在进入者 所面对的结构性障碍 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就是规模经济 也就意味着 只要按理材料 谈到规模了 谈到规模经济这几个字了 就可以把这条 把它连续起来 这是第一个方面 然后第二方面呢 强调现有企业 对关键资源的控制 那么大家呢 就必须把它适当延展 你要知道 我们怎么界定这个关键资源 理论上呢 涉及这么几个方面 包括所谓的资金 专利技术 原材料供应 分销渠道 学习局限 还包括呢 资源使用方法 但是呢 我们不用局限于 这几个方面 因为从考试来讲 我们编写案例的时候 这个所谓的资源 是一个很活的内容 资源的种类很多 理论上只讲了这么几个 编案例完全可以用 理论没涉及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不是死位的地方 希望大家把这思路呢 把它处理清楚 那接着看第三个方面 就是呢 现有企业具备了市场优势 那这个优势呢 也可以构成很高的结构性障碍 那这个优势就按照教材所讲 两个方面去掌握 第一个是什么呢 现有企业具有品牌优势 所以从考试来讲 只要强调现有企业的品牌 这两个字 就可以把这条联系起来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如果既不剖析 这个品牌优势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它的差异化 那这里边又涉及一个线索了 差异化 换句话来讲 安理材料可能没有讲品牌 它是讲差异化了 那你同样把差异化 联系到这种所谓的市场优势 联系到悲恩的观点 结构性障碍 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方面 那么这个市场优势的第二个方面 是什么呢 政府的政策 这个在我们安理当中 容易表现出来 安理材料经常会告诉我们 这个行业政府呢 实行了什么什么的监管 或者说 要想进入这个行业经营 你必须取得政府 有关部门的许可 凡是有这种线索的时候 都体验的是什么 都体验的是政府政策当中 所谓的限制进入 那我们就可以强调 现有企业凭此获得了市场优势 大家呢 把这三个方面的思路呢 再去把它稍微琢磨一下 这就是我们讲结构性障碍 那接着我们看第二类是什么呢 行为性障碍 这里边所谈的行为性障碍 主要指的是 现有企业 它的反击行为所构成的障碍 那这个反击行为呢 就包括两种类型 一个呢叫限制进入定价 主要是表现为 现有企业 面对潜在进入者进入的威胁的时候 它选择主动降价 第二个呢 就是现有企业 面对潜在进入者进入威胁的时候 选择进入对方的领域 这就是我们武力当中的第一种力量 潜在进入了它的分析框架 那这个说完之后 接着第二种力量 我们叫替代品的替代威胁 那么从我们综合集团案例分析来看的话 替代品的替代威胁 我们一般不涉及更细的东西 从编写案例来看 一般替代这两个字 我们出现的概率比较高 所以就直接得出结论就完事了 有的时候材料 没有直接用替代这个词 可能用其他线索 比如告诉你出现了更新的产品 那我们可以分析了 出现新的产品 往往意味着对原有产品 肯定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替代效应 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线索 联系到这种力量 所以这个力量分析相对比较单一 我们就把它结束掉 接着呢 我们进入下种力量分析 下种力量呢 上包含了两个力量 一个是购买者 一个是供应者 我们去分析 他们各自讨价还的能力的高和低 那对于这个分析呢 我们教材是从四个方面进行介绍 包括买方卖方集中程度 或业务量大小 产品差异化程度 与自然专业程度 还包括纵向异性化程度 进行掌握程度 那么这四个方面 都有各自细化的结论 这个细化结论呢 在我讲义都为大家保留下来了 我在这呢 就不再去展开 因为我相信你大家通过 专业阶段考试这个能力 你自己把这种细化内容 去把它了解熟悉 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就是呢 我们强调购买者 供应者 溢价能力分析 它的基本框架 那这个说完之后呢 接下来就到了最后一种力量 我们先到产业内部 现有且之间的竞争 通过分析呢 我们要得出结论 这个竞争是激烈还是不激烈 那分析的依据 就是呢 这五条 按照我们教材整个的讲解逻辑 这五条出现任何一条 都是代表什么 代表竞争很激烈 这个线索呢 也很拼出 第一条强调 产业内有众多的这种对手 这个我们考的比较多 结论就是竞争很激烈 同样这一条 还有第二点 势均力敌 这个呢 我们还没怎么考过 相信大家还记得 它的基本逻辑 什么意思 把它结合起来 如果产业内企业数量很多 竞争会很激烈 翻过来讲 如果产业内企业数量不多 记住 并不绝对代表 竞争就不激烈 相应的 如果少数的这几家企业 彼此势均力敌 规模实力都差不多 这时候竞争仍然会很激烈 这是第一条 代表两个步子的分析点 那接着第二条呢 产业发展比较慢 竞争会很激烈 第三条 顾客认为所有商品都是同质的 换句话来讲 在顾客眼里 买谁的都一样 竞争会很激烈 第四个 存在过剩的生产能力 第五个 进入障碍很低 而退出障碍又很高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会导致 产业内部企业数量会越来越多 而越来越多 意味着竞争就会越来越激烈 这就是第五种力量 它的整个分析基本思路 大家呢 再去把它稍微细化一下 那我们到这儿 就是把产业环境分析 我们综合阶段 容易考的两个分析模型的 主要框架思路 就把它梳理完了 梳理完之后呢 接下来 我们外部环境分析 还涉及另外两个层面 不知道在座各位 还有没有印象 是哪两个层面呢 一个就是竞争环境分析 一个就是 国家竞争优势分析 通常我们简单说 就是钻石模型 对不对 但是要注意 从增活节的考试来看的话 这两个层面的分析模型 我们到目前为止 还从来没有考过 那么大家呢 就顺带把它兼顾一下 因为你要记住 从来没有考的 并不代表它绝对不会考 我们这两年 冷门点开始频繁出现 所以大家呢 还是要兼顾的 首先呢 我们看第三个层面 那就是竞争环境分析 竞争环境呢 我们教材讲了两个分析模型 一个就是由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来的金融对付分析 这个金融对手主要指的是企业面对的直接金融对手 对他们做分析的时候 提出了四个角度的分析框架 分析他们的未来目标 分析他们的假设 他们的现行战略 分析他们的能力 这个是金融对手分析这个模型 那按照我自己的分析判断 这个模型考到的可能性 应该并不是特别的高 所以这个呢 我们就点到为止 大家呢 稍微知道一下 有这么回事 这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再去过细的去了解 这个就简单 结束 那接着 第二个模型呢 就是战略群组分析 这个也是到目前为止 没有考过 但是呢 我希望大家对它 有一定的了解 因为这个相对而言 要求大家做案例分析的可能性 还是相对要高的 那么大家呢 先回顾一下 什么叫战略群组 还记得吗 所谓的战略群组 就是指 在一个产业内部 按照企业 所选择战略上的差异 把产业内部的企业 分成不存群体 其中每个群体 就叫一个战略群组 划分在同一个群组内的企业 意味着他们的战略 比较接近 比较相似 处在不同群组的企业 意味着他们的战略 有一定的差异性 这就是我们讲的 战略群组 它的基本思路 那么这里边呢 如果从理论夫系来讲的话 它的主要理论点 就是教材所讲 战略群组分析的意义 或它的作用 我的讲义 用三个关键词 为大家总结了 理论上的这四条 也就是说呢 通过战略群组分析 可以帮助企业了解什么呢 第一 了解竞争情况 第二 了解移动障碍 第三 了解战略机会 但是呢 我们写答案 万一考到的话 你不能用第三个词去写 你必须呢 把理论的线索 把它写清楚 所以大家呢 就结合第三个词 掌握框架 再去细化到每一句话 其中呢 谈到竞争的时候 这个竞争 我们分成两个不同层面 第一个层面 通过战略群组分析 可以了解什么呢 了解群组间的竞争 第二层面 通过战略群组分析 可以了解群组内的竞争 这个大家呢 应该是可以知道 他们各自的含义和区别的 对不对 然后下面 了解移动障碍 了解战略机会 也请大家一并 再去把它熟悉 这就是我们讲的 竞争环境分析 两个不同的分析工具 接下来 我们就进入外部环境分析的 第四个层面 讲解是什么了吗 那就是国家尽力优势 我们简单的讲 麦克尔波特要素提出的 钻石模型 钻石模型这个内容 也是没有考过 但是这个应该具备 很强的潜在的可考性 所以钻石模型 我们希望大家 要把它兼顾一下 钻石模型 基本框架是什么 还记得吗 就是这四个要素 分为设计什么呢 生产要素 需求条件 相关与支撑产业 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 如果万一考到了 你在答题区写答案的时候 那首先 应该是把这四个要素 写出来 所以大家后期呢 争取要把四个要素 就把它强化记一下 那么从考试来讲 这个万一考到 它以什么方式来考呢 很简单 它的考核方式 肯定是要求大家做归纳 什么叫归纳呢 也就是说 这个考试的套路 跟前面我们 复习的PESD模型 套路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PESD怎么考 那无非就是要求你 根据案例材料 我们做一个PESD的分析 哪些属于政治 哪些属于经济 对不对 如果既不考 可能会要求你既不分出 哪些代表有利因素 哪些代表不利因素 那么钻石模型 是同样的套路 最基本的考核方式 就是要求大家把案例材料 按照钻石模型四个要素 我们都是归纳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 可能如果增加难度的话 还要求你既不分析 哪些代表有利 哪些代表不利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先把套路了解一下 套路了解完了 就知道怎么复习 这个地方它的具体内容 不过需要提示一下 如果要求你分析 哪些代表有利 哪些代表不利 你就必须把钻石模型四个要素的 核心内涵要理解到位 因为钻石模型有些结论 跟我们其他理论或一般的理解 不太完全一样 大家要注意这个结论上的差异 我下班就带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 第一个要素叫生产要素 对于这个要素 大家主要是熟悉一下 麦克尔波特教授 对他所做的一个分类 这个分类不用去背 听清楚了 一定是适当多看 达到什么效果呢 如果案例材料考到了 你能够根据案例材料发现关键点 用关键点去套这些具体的线索 知道它都属于生产要素 这个要素的范围 这就可以了 那这个分类分成两种 第一种分类呢 是分成初级的和高级的 大家把线索看一看 第二种分类呢 是分成一般的和专业的 也是同样把它熟悉一下 这就是第一个要素 它的基本思路 那接着第二个要素呢 我们涉及的是需求条件 迈克尔波特教授研究需求条件的时候 针对需求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情况 但是无论是我们教材还是考试 我们不可能覆盖这么广泛 所以在这呢 我就结合考试的需要 为大家简单归纳了三个 有代表性的与需求有关的线索 第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叫内行而挑剔的客户 所以大家告诉我 如果才来告诉你说 这个行业 这个企业 面对的是内行挑剔的客户 这是有利还是不利 按照钻石模型的逻辑 这个呢是有利因素 同样 预期性需求如果存在 这是有利还是不利 这肯定是有利的 那什么叫预期性需求呢 看清楚啊 本地顾客需求领先于其他国家 这就叫预期性需求 别的国家没有这种需求 你这个国家有 领先于其他国家 这就是这个线索的基本含义 那最后一个呢 是我们考试容易考到的需求规模 结论很明显 规模越大 代表越有利 接着是第二个要素 需求条件 那么第三个要素呢 我们叫相关与知性产业 这个大家呢 千万千万注意 相关产业 知识性产业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其中呢 所谓的相关产业 指的就是与案例当中这家产业 在某些方面存在关联性的其他产业 这叫相关产业 那什么叫知识性产业呢 主要指的就是上下游 既然叫知识性 就意味着主要指的是上游产业 所以它的含义不太完全一样 那从过去考试来看的话 我们容易考到的是支持性产业 所以大家把这个上游的概念 把它记住 这就可以了 这是第三个要素 第四个要素呢 叫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 那从它本身内涵来讲 无论是结构还是战略 我们一般不涉及案例分析 所以第四个要素 站在考试的角度 主要是围绕竞争 我们做案例分析 然后大家这个地方千万要注意了 钻石模型研究竞争的时候 什么代表有利 什么代表不利 跟别的理论模型 结论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如果按照我们传统的其他理论 比如说斯沃的分析 如果才来告诉你说 这个产业竞争很激烈 这个市场竞争很激烈 这是有利还是不利 这肯定是不利的 代表外部环境的威胁 对吧 但是呢 如果要求你用钻石模型来分析 表明竞争很激烈 记住 这是代表有利因素 所以千万千万记住 钻石模型这个地方它的结论 跟我们一般的理解不太完全一样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钻石模型的线索 就把它整理梳理一遍 那这个梳理完 意味着我们整个战略分析这块 第一大块 外部环境分析 就把它结束掉 就把钻石结束掉 就把钻石模型的设计 似在记者生里还有 到这边 键晓石 压石 钻石